扫的时候是要干笔出来 淡沫扫 看一下啊 怎么扫 横扫 你看啊 这样 为什么要扫啊 什么 为什么要扫 因为它不是竖线的 它竖线一个一个一个 跟珍珠一样的 散落在这个画面上 那我要用珍珠是不是要用线 你用线穿是不是带不起来啊 那我现在要用什么样 用这个 擦的这个 实际上也叫擦啊 你看这样 给它 穿起来 你看我这 是不是有非白 但是他们之间是不是也 哎 它 是不是有非白 你看我要画到这儿 是不是大家看了不清楚 你看 这样就给它穿起来了 啊 这样穿起来了 这是这张画 这个芦草 芦草 好多老师们画这个芦草的时候 有点 有点问题啊 问题 我看了就比较着急 我可想去 因为它必须的路 才能跟它 跟大家讲 所以我现在就是 把这我们作业呢 就是存在的问题给讲 还有这个树 还有这个树 这个树 这个树对老班老师画了呢 可能是驾驭的比较好 对老班老师来说 非常容易啊 因为我们 讲这点一树 讲了很多遍了哈 但对新门老师呢 有点问题了哈 我现在点一树 点一树这个树的时候呢 注意 他点的时候呢 不是一下子点的都可密集 老师们注意看 我点这一组啊 我点了这一组 我走开了 我点了这一组 我就走了 我再点 是不是这是又一组 我再走开 我再走开 是不是中间有白色的东西啊 有空隙啊 再点 你看 是不是空隙看的可大呀 没关系啊 我再回来了 现在 新门老师注意点啊 我现在又回来了 回哪了 回到我重新 第一次点的地方 继续点 把这白的稍微再盖一点 不要盖完 第一次 现在第二次点的是 我不要盖完 我又是一组 我再点这个一组 不要盖完 回来了 继续往里走点 再点 我又拐回来了 你看 拐回来 大家看我点上去 是不是你们看 又是一个层次呀 还不糊 还得能看到层次 也就是说呢 现在老班老师都能画进去 我现在就 你的新门老师 我现在一步一步再带着你 带着你 让你往里头画 往深处画 我现在又回到这边了 现在点的时候呢 同时点 水墨都在不停了 在流失了 是吧 点住敢点住 哎呀 好 特别棒 我又拐回来了 重新又在这点了 你看 现在是不是白的 没有少了吧 再来 往这外围 开始点点干饼 哎呦 你看 这个叶子好多呀 这么多 这个叶子不是你画的多 你要让人们感觉到 不是你画的多 而是感觉多 外围点点干饼 你看 这个叶子点的多舒服 看看 再加练一遍 不是说我淋漏画了 我就得淋漏个整个的 你看那画的时候 你不是在读画吗 哎 你觉得这个画 我哪一点好像没解决 我看了这画面哪一点比较难 我单独先去给它 拿出来去画一画 看那 看那叶子 再来 他把这个 干饼 你看这干饼 我就站了一次墨呀 就站了一次墨 看你把这叶子点的 注意 我现在开始把白点啊 再给它怎么样啊 有些地方 你不能把白点全部给涂满啊 但是我还要 有些白点 我还是需要涂一下 白点太多了 容易 看得画面花 所以说还是要盖一点 盖一点 你看 这个树影点出来了 这张画 难点就是 芦草和这个树叶 给西班老师来说 好 我这 就是这个啊 我说 本应是给大家录的 本应是总结一下 因为我不总结 我心里很难受 我必须 把这画面里面 就是咱们所 所画的画了哈 包括老师 这段发过来的作业 有一些问题 包括有些难点 我都想给大家 就是再提出来 再单独提出来 给大家讲解一下 希望大家呢 没有画了 没有画作业的老师哈 期待你的作品 我真的希望 每个老师都要去画作品 我设计划 我设计划